大家好 下面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要讲一下就是从这个视频文件中去读取它的视频内容 然后呢 把它给显示出来 那讲解这个之前的话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这个函数 那这个函数的话就是前面我们这里也看到过 这个函数就是用来读取这个数据的 那读取的时候呢 它会返回 这里就是说 如果读取了正确的话 它就返回2 读取错误的话 就会返回Force 如果它出现了一些错误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函数来检查一下 它的这个赤箱头呢 是否速刷成功 如果速刷成功的话 它就会返回2 如果速刷有问题的话 它就会返回Force 那如果它这里 如果这个函数出现了一些问题 我们可以用这个Open这个函数来 来做一下这个摄像头试实化 不过一般情况下呢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情况呢 它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就是我们直接读取摄像头的数据就可以 所以不用 不需要做这样的一个检测 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的 然后的话 我们获取到这个摄像头的 这个或者是这个视频的信息之后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GET这个函数呢 用GET这个函数呢 来获取到它的这个视频的一些一些属性 那这里有一个参数是可以设置的 就是说我们要获取到它的哪一个属性 它这里呢 一共有0到18可以选择 一共有19种属性可以可以这个查看 比如说比较常用的是这个 我们查看这个视频它的这个帧数 就是说它视频的播放速度相当于是 还有它的视频每一帧它的宽度 还有它的每一帧的它的高度 或者是这个视频的总的一个帧数 就是 有些值我们是可以 这些值我们都是可以查看的 不过有些有些值是可以修改 有些值是不能修改的 那比如说这个第三第四个值呢 我们可以查看每一帧的它的高度和宽度 那这个值呢 它就是可以修改的 比如说我们这里呢 得到一些数值 但是呢 我们还可以用这个set这个函数呢 来修改它的它的这个值 就是我们读取到一个读取到一个视频文件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它这个图像的宽度高度给它做一下改变 可以把它变大一点 或者把它变小一些 有些值是可以设置 有些值是不能设置的 好 其他值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那下面我们来操作一下 第一步的话 我们肯定也是先要 import这个 numpan smp import cvl 那这个部分 如果你在前面这里已经做过了 那其实这里不做也可以 这里导入一下这两个东西 然后的话 就读取这个文件 好 那前面我们 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呢 输入一个零 零次代表 是从思想头读取的意思 那现在的话 我们传入一个路径 这个路径下面的话 你可以放一个 就是一个视频文件 那这里的话 我准备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视频文件 那这里相当于是 就是从 文件 读取 视频内容 然后的话 我们读取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 get一下他 查看一下他这个视频 他的 这个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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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像是每秒钟有多少帧 这个是视频每秒传输帧数 下面的话 我们还可以获取这个视频图像的宽度 视频图像的长度 当然这些信息你不获取也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说你获取的话 你可以就是看一下他这个视频的一些属性 这个是宽度 下面再来个长度 然后的话 我们再把他这三个值给打印出来看一下 这个帧数 还有宽度 以及最后的长度 运行一下 运行一下我们可以查看他的内容 就是 那这里呢 我的这个视频呢 它是每秒钟有30帧 然后它的宽度呢是V68 它的高度是320 这是我们可以得到的这个数据 然后的话 我们再来把我的这个视频呢 给显示出来看一下 这里呢也是写一个使循环 好 然后的话 这里 这里 可以复制一下上面 反正反正是差不多的 复制过来修改一下 那这里的话也是读取它的内容 这里灰度图 我们就不需要变灰度图了 其实 这个不需要做这个处理 但是这里我们要加个判断 因为我读取的是一个文件 那这个文件呢 它是 它是不能一直播放的 它是有 视频文件呢 它是有长短的 就是播放到最后之后呢 这个视频播放完毕之后呢 我们就应该把这个 给关闭掉 就把这个程序给结束掉 所以说的话 这里我们做一个判断 就是判断这个东西呢 如果它不等于去的话 那我们就break 就是我们会判断它这个 是这里是视频的读取 如果它读读读 一直读到最后 那这个视频读取完毕了之后呢 它读取 读完之后 它再继续读的话 那这里就会得到一个false 如果它不等于去的 那它就说它读取出错了 就整个视频读完之后呢 我们就break跳出这个循环 所以说它这个其实也不是视循环 就是我们是读完所有的这个 视频文件里面的内容之后呢 我们就会跳出这个循环 那这里是显示 把它读取之后把它显示出来 那下面这里的话 这里其实也不用改 这里的话 暂时呢就先这样 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效果 那我们先运行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效果 我们看到有两只小猫在这里 嗯 然后这个视频播放感觉好像很快 再看一下 再看一遍 啊 等一下 再看一遍 就是说我们会感觉这个视频播放的速度好像 呃 拼快 就是比就是比我们平时观看的这种视频好像要快一点 那看起来比较快的原因是在是因为在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的时候呢 它因为它这里读取 它读取 从摄像头读取图片的这个操作呢 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 但是呢不会花太多的时间 然后呢它在这里 把这个图片给显示出来 显示这里呢可能也要花一点时间 但是也是很快的 那这里呢做了一个延时 延时一毫秒 嗯 那延时一毫秒就是 其实也是很快的一个事情 那所以说它 这里的循环里面所做的事情 就是说它 获取到一帧的图像 呃 获取到这张图像 然后呢把它显示出来 再延时一毫秒 整一个过程呢是很快的 所以说它 它它会很快速的从 从这个文件里面的去 快速的获取它的一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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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个图像 然后呢把它很快速的显示出来 所以说整个图像感觉 它 它的这个 播放的速度好像很快的 这种感觉 那这里的话 我们 我们可以 这个延时的这个部分呢 比如说我们给 给它延时的时间长一点 给它延时一个 25毫秒好了 给它延时的长一点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那我延时时间长一点 好像感觉它 这它这个视频播放 就会比较正常一点 就比较像 呃 这个 当时拍摄的时候 它得到了真真实的那个 那个 速度 就是说 这里的话我们可以调节 当然你如果你调太大的话 比如说你调50 50的话 那 它 它这个视频播放好像就很慢 播放速度好像就会比较慢 所以说这个的话 这里的话也是 可以设置它这个视频播放的速度 你这里值越大的话 它就越慢 那在视频播放的过程中呢 如果我们按这个Q的话 这个视频也会结束 如果我们如果我们不按Q的话 那这个视频最后播放完了之后 它才会结束 感觉好像前面设置25好像比较合理一点 那这个呢 这个部分呢 就是从这个视频文件里面去读取内容 然后呢 再把它显示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流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